今天呢,我带大家来逛一逛大连东港的威尼斯水城。 来这里呢,很方便的,坐地铁乘坐2号线到东港下, 大约再走个600来米就可以到了。 我们呢,是平日来的,所以呢,这边没有很多人。 大连的天很蓝,这面海边呢,水也很清, 然后还有很多海鸥,所以本尔本的海比起来呢, 我觉得一点也不逊色。 从这边一直逛过去呢,就是威尼斯水城了。 很多人呢,都在这里拍婚纱照。 这边还有新愿郎,你可以花15块钱去买一个盘盘, 然后把你的愿望写在上面,然后挂在这里。 好多人都写了他们的愿望。 从这边进去呢,是一家礼品店。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,有特色的,很精致的小物品。 你可以在这里给你的朋友带一些礼物。 我呢,就买了两套有大连特色的明信片。 本来想从大连寄到墨尔本寄给朋友的, 后来一想,还不如直接带回来呢,更快一些。 店的另一头呢,你可以自己手工给你的朋友做一些首饰, 钱包,腰带,都可以自己做,然后带给你的朋友做纪念的。 在这条街的旁边也有别的店,你可以逛一逛。 也有咖啡店,你要是逛累的话,你也可以进去喝喝咖啡休息一下。 如果饿了呢,你也可以在附近找一家饭店吃吃饭。 我们呢,找了一家湖边的咖啡店,坐了下来,喝喝咖啡休息了一下,也看看湖边的景色。 你也可以去买票搭乘湖上的这个小粥,带你去看湖上的景色。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了吧,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呢,请subscribe我的频道哟。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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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